那了解了我们的这个training data 跟我们的training level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的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要来处理我们的pre-processing 我们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神经网路里面呢 它在做的见解 最好只是在0到1之间 或者是负1到1之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些image做处理 那怎么做处理呢 首先就是要做re-share re-share这个动作就是把原来28x28 然后一共有6万张的这个照片 转成6万乘以728 也就是把28x28变成有三维 1、2、3转成二维的tensor tensor就是一种特别的metric 在tensorflow里面的资料结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说0到1之间呢 那是要把它变成时数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转成 1了32bit的时数 或者是64bit的时数 那第二个动作是我们要对它的label label我们刚才前面讲说要转成1hard code 所以我们会用utility.to categorical 把0到9的这个数值呢 转成1hard code 比如说我们是0的话 那么我们会转成1 2000-000000500 如果只是1的话 那它就会转成01ặc0000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Utility.toCategorical来把它实作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怎么去实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指令就是把 第一个是把这个training的这个data 这个training的data 然后把它做reshape reshape成什么呢 6万柄资料 然后本来是三维2%乘2%变成7%4 然后又把它转成实数 同时对我们的testing data也是一样 它有1万笔资料 然后28乘28变成7%84 然后也把它变成实数 那之后呢我们这个得到实数之后呢 它这个RGB的这个灰阶的值呢 是介于0到255之间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除以255 所以把这个每一个 每一笔这个那个内容呢除以255 同时把test data也变成255 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把这个值呢 转换成第一个是实数 然后每一个实数值是介于0 0到1之间 那么就有利于我们神经网路的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用utility.2 categorical呢 把原来的这个数值 0到9的数值呢 转换成one hot code的这个vector 这样那我们就来实作一下 好那这边可能就已经不需要 我就暂时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个资料的处理呢 我们这边首先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set 这个value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s-type这个值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training data 把它改成flow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s-type加reshape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training data 然后把它reshape成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说它有6万笔资料 然后呢转成784 28乘28就是784 好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第一个training data 然后把它reshape成这个值 那当然我们要对这个test的data也是 那test data是1万笔 所以我们把这个test data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点一下 然后这边就可以用复制的方式 duplicate过来 那这边呢是它有1万笔资料 而不是有6万笔 那我们的training data有6万笔 但是test data只有1万笔 把它转成10数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这里面 那当然我们讲说这个每一笔资料呢 它要介于0跟1之间的时数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边再复制一次 那这边的结果不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不是这个 我们是要把它除以255 那255是在这operator里面 有一个除的动作 那我们是这个 比如说这是test data的位置 我们就把test data 这个test data在这里 把这个test data 每一笔的test data 除以255 这不太好做 抓屁股 然后比较容易锁 然后就除以255 那同理呢 我们的training data也是一样 要做这个事情 sorry 我们就直接要按copy 然后duplicate到这边来 那这个就是变成training data 就把这个training data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有关于training data 跟test data的preprocessing 那另外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test label 把这个test label呢 转成这个onehardcode 那一样呢 我们在这边要抓一个设定 set的这个字 这样 那我们呢 要使用的是categorical 这边其实有一个usecategorical 这样子 那好像这边已经有设定好这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可以抓进来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training label 然后在training label的只能要设为10 它的是0到9 所以是一个10的onehardcode 这样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再复制一个 我们同时对test label 也要做相同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它duplicate 好 那我们这边呢 要 这如果说做错的话 可以redu这样 我们首先呢 要先做一个 这个 加一个 一个值的东西 然后把它放进来 那这个呢 是要用的是test的label 那直接点进去呢 我们就可以把train的label 改成test的label OK 那这样其实我们就完成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处理完之后的 那或许 因为这个一旦你图已经被改掉之后 每一张图片被改掉之后 其实你可能print出来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它本来是0到2 我现在是0到1之间 所以看不到什么东西的 所以image这边呢 我们就可能可以不用去把它列印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是什么呢 在preprocessing之前的 preprocessing之前的那个data 这个preprocessing之前的label 我们把它印出来 还有就是preprocessing之后 这个label 我们把它印出来 所以我们duplicate sorry 这边可以按右键 duplicate这个东西 按右键 只duplicate这个东西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 onwise还是把它放回去好了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这个程式嘛 看起来有一点长 但是实际上是还是OK的 我们一样把它放回去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说 把资料载进来 然后马上就去把它印出来 看一下这个图 然后把这个label 那因为我们处理完之后的结果 我们就还是一样把这个turning label 把它印出来看一下 那当然就是会从这个数值呢 变成瓦哈口 好 那一样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命名成 1a1b都有了 我们就把它save as 1a就是loaddata 1b就是去处理这个data 处理data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造神经网络 然后去做training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1a1b把它export出去 一样在我们的Jupyter lab 我们就可以去处理 这样 好 这是我们的程式嘛 这样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 这边如果说有一个tap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执行材会稍微好些 我现在介绍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python里面 我们可以把那个程式码分在不同的cell 那怎么做呢 就是加一个这个内容 所以前面这一块 前面这一块 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资料读出来 把资料印出来 后面这边是做preprocessing preprocessing 会放在另外一个cell 我们就按右键 我们把它export出去 然后现在1的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再去看它的时候 待会它就会出现 好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cell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原来1a的动作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去执行 那这个是我们新加的 我们对资料做preprocessing 然后我们看这个label 所以这目前这边所看到的就是5040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去做执行 有错 那有错就要来看一下为什么错 它是说size是有错的 1万乘以784是有错的 好 刚才那个错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是 第一个是training data 然后对它做 那这是testing data 可是这里没有改 所以我们实际上司呢 这边是要抓 所谓的testing data testing data 不是training data 所以它讲 因为这个training data 它是6万笔资料 乘以28乘以28 testing data 是1万笔 这样才对 好 那我们就把它执行起来 按右键 export出去 然后现在是第二版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结果 好 那现在应该是对的了 这个training data 就是testing data 看起来是对的 好那一样 这边刚才已经执行过了 我们就直接再执行一下 然后这边的结果 那现在我们要执行的是 这个刚才有错的这个结果 好 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第六 第五笔是001 是2 所以在001 这个位置为1 这样子 那在前面那个值呢 是9 9的话就可以知道说 是这边值为1 那也知道说 它这个值都已经变成时数 0点代表时数 Wrap 大概是一个 1 1 5 3 5